今天我們很高興 能夠請到竹心大學黃振文教授 讓我們談的演講 那我想那個黃教授 大家都非常熟悉 那可能是一些後悔的比較不重要 那我稍微把他的那個 稍微 我們要提起我稍微 他的經理 學經理太遠看太遠看 也是稍微來講 黃教授呢 目前是那個竹心大學 劉畢陳愛希的系主 那他過去 在這個 聖心大學指定系畢業以後 到美國 然後這個 邱吉亞的這個 博士 指定系的這個博士 那他過去 當念過這個教授 這個大學的教授 然後還有這些 有關指定化學會的 很多很多的這些理事 那目前 都知道嘛 這個 所謂這個 有機能源流行 那他其中 也是當對這個 有機能源方面 有關於資料方面的 一些審查 那 那 協經理對 他的這個協經理是非常豐富 那他對我們 這個台灣的這個 這個 這個農業的風險也非常之大 那我所知道的 我所知道的就是 說 過去就是說 早期 我們一直講說 專利 那專利 其實專利 有時候是 就是說 不一定能夠使用 那 黃老師 黃描述這個專利 他不僅是專利 而且有專利的 很專利 像過去 早期有一個 SH 那所謂的 中信 100分的 那他的這個 對 有關於這個資料方面的貢獻 非常大 那我們期待 今天有非常 精采的 這一個演講 那我們 出事 用這個掌聲來歡迎 我教授問 所以 各位同時大概 也從這個 屏東坡大來 我已經 在幾年前 曾經講過一次 大概你們沒有聽過 所以我想今天講 應該沒有問題 那 感謝 因為 高雄廠也 也有這個機會 來 介紹我 做 應該是 1、2、10點的研究工作 把它廢堵在一起 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那我這個題目大概是 利用 農業廢棄物來 研發一些產品 防疫疫苗 那麼 我在做這個工作以前 我想 跟各位介紹一下 台灣目前在農業 發生幾個問題 所以 我們現在找問題 我們才去解決問題 所以我 首先跟各位介紹一個 就是我們在台灣的農業裡面 農田裡面 可以發現到一個 很普遍的現象 就是土壤酸化 像這一塊田 是在 在西流地區 有一個農友 種這個蒜 種不起來 不然我們去了解一下 發現它 它國幣有一家工廠 排位出來的水 是酸性的 所以 所以 所以造成整個根部 長不起來 那麼 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假如是 從石灰來改良一下 應該才會有問題 所以一個農道店的毛板 就把一些石灰水灌在旁邊 它就長起來 所以第一個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整個 農業栽的底氣裡面 發生的最大問題 就是不一樣的酸化 那酸化就是 因為我們在過去 從米國 算數年 一直延用化學肥料 還有我們台灣的一些工業 工業化以後 很多的這個 汇水 還有這個 酸魚的問題 會造成突然的酸化 那麼另外 還有一個是 我們台灣的農業 很喜歡用一些 比較 不是正常管道的肥料 那這是地下工廠所生產的肥料 像這個 過年酸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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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曾經在貨肥第七發現 這個農業 使用過年酸鈣 它的皮質竟然是2.5 所以這2.5 所以我們發現 這個 和正常的 5.6到6.5之間的差點 那現在他們 接過獲得的減少 所以 台灣的農友 在使用 這種不正常的肥料 也是 造成酸化的原因 所以 酸化以後的 引發很多的問題 我想這個是 我們來看看 酸化以後 看我們台灣 最目前 常見的一個 十日發熱根熱病 根熱病 大概是在中部 或是我們 我看南部 也不會普遍 那我們協助是 在 在梨山 還有福州山 他們種的這個 高麗菜品 就轉不起來 但是 結了好多的 好像是 人生 那 我們這個 台灣 突然酸化以後 更公共病害的 它就 被加氣的嚴重 尤其是像這種 更多禁 它就 那 PHS 第四左右 的話 它會更 引發的更嚴重 所以這是我們 常見的一個問題 另外我們台灣 常見的像 年胞性的病害 像我們最近 台灣的番茄 尾椒病 西瓜 半豆病 很多的這個 根部病害的 大部分因為土壤 比較黑酸化 那麼這些病害 就會比較 相形的 嚴重 那麼另外 在土壤酸化 還有一個 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 很多的 濃縮物很容易造成 切鈣 像這個是我們 番茄的 這個 祭乎病 那麼這些東西 它也是 切鈣 或是我們 输用過量的 這個瘤氨 所引化的一些 後遺症 所以我想 從 酸化引化的 更部病害以外 還引化很多的 無營因素的切割 都是我們 在新的 這個素季對台灣的 農業人 應該 一個 深事的方向 另外 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 歐斯素季 大家在 大量的使用 粗藻劑 或是農藥以後 它的後遺症 也是它的這個 前座所使用的 粗藻劑 帶給下一座 引化的一些 根部的問題 這是 農作物的 這個 傷害 比如說我們這一塊田 是 碗豆田的 它前一座是 種水稻 或者像拉草 或是電線拉草 這些方面 它的殘留肚 它對它 各部的影響 我們看看 這整個是大便機的 大便機 所引化的 那一般如果它 就每次變的話 它可能是 就爛用藥了 我想這個是 那我們主席去觀察的 結果是這樣 可以發現到 幾乎在 一幾乎這個地方 都會有這種現象 那一般的話 我們植物保護的工作人員 大概一看 這個可能是 力固失和性所引發的 大概就是 幾乎這個地方 但是你也想像是說 它是整個大便機發生 所以我們這 進一步去了解一下 我們可以發現到 它的根壞掉了 也就是說我們在前座所殘留的 拉草或丁拉草的殘留土 像 5BPM到 5BPM左右 那麼它的整個根系 根毛很壞 這是正常的根毛 那麼正常的根毛 它對水分的吸收非常不錯 但是因為我們前一座所使用的殘留土 尤其是像 目前郭美副國也是一樣 他們的大作田裡面 使用一些像 三菩林的除草劑以後 它後座 也都動作中不小 那最主要是它被整個 整個根系壞掉 這我曾經有一個計畫 國會的計畫裡面 是探討 它的鹽那麼遠 可以尋找那種農業被棄物解決 等一下有機會 來跟國會做整個整體的報告 就是發生這些問題 所以 終歸起來 我們台灣的這個 農田 我們在過去的這個 在別的租土底下 還有我們的整個 工業化的情況 會造成我們整個農田 產生了很多的不利的後遺症 那麼這就是我們在 重新在思考我們租土核 利用我們農業的廢棄物 來recycle 來再用 這是我們一直 給我一個 乙花技研究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來看看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 在農業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廢棄物的堆積 我想就是我們在 在生產大量的香菇 或是林枝 太空包堆毀 那麼這個太空包生產 以後它整個堆積如山 那這個沒有好好去利用 是太可惜 尤其是我們都知道 很多的農友 他生產過林枝的 林枝他家裡面做過 研討堆毀化的處理的食物 這些林枝的太空包的殘沙 農友把它用到果園裡面 會變成我們果園以後 將來的更不得掌質的林枝出來 這是我們在整個 果實代表上 依到另外一個問題會出現 那我們是思考到 我們是不是能夠 把這些廢棄物來利用 因為我們在生產 香菇太空包 香菇的過程以後 它有一些殘餘物 它還有很多營養 可以利用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切入 所以我今天大概會 會不會報告一下 我們如何去利用這些東西 來圓花 變成有用的 也就是讓它能夠再生 能夠在我們這個 融外生態器裡面 能夠重新做復始的使用 那我們看看這些堆毀裡面 這個堆毀裡面 我們首先來看看 有一些微生物織眼可以利用 也就是我們 第二個階段 人家需要了解到 我們這種被棄物的利用 我們先了解到 滾馬其列的織眼科 第一個 我們尤其是主保護的 或是我們土壤回料的 第一個就是微生物織眼 非常豐富 尤其是我們台灣的這個土地 尤其是我們很多的廢棄物 充滿了很多有益的微生物 但是我們應該沒有好好去用它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我 就是我如果去把這些東西 結合在一起 第一個就是它的微生物資源 也就是從香菇太空到堆毀裡面 我把它處理過不同的營養源 把它使用不同的營養源 比如說使用一些頂存類的東西 或是一些碳素類的東西 它會產生不同的微生物像 像這個東西出現到非常多的放線性 那有的東西出現非常多的不少感染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堆毀裡面 可以不同的處理 會獲得不同種類的微生物 那麼這些微生物 我們能夠好好把它利用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到它是 對我們很多的植物變異性 是有抑制作用的 有激化作用的 我們來看看 第二像剛才這個放線鏡 放線鏡 我這個研究生有一個實習的 他做博士論文 就是塩化這種放線鏡 來產生一個珠奇產品 那麼這個放線鏡 是從香菇太空堆毀裡面 找到一個stelemicis 內媒鏡 內媒鏡的一個pandemus 這個鏡 我們來看看 它這個有的會產生雞丁酵素 也就是我們把它放在這個培養器裡面 那這個培養器呢 把它放一些雞丁子在裡面 那麼它會產生很多的雞丁酵素 讓它分解 所以產生了透明的 表示它被釋放是雞丁酵素 所以這個放線鏡裡面 它產生了相當多的酵素類 雞丁酵素 那麼這個雞丁酵素 我們都知道 我們像我們系裡面 蔡東川教授 他也曾經利用這個 蝦細口粉來防止 鮮丁酵素 那雞丁酵素呢 它會使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 鮮丁的蟲卵 的蟲皮 是一些雞丁 所以一 誘化了這個放線鏡 產生的雞丁酵素呢 會讓這個細胞皮破壞以後呢 那麼這個整個蟲 鮮丁沒有辦法浮壞 所以它這個有一些好吃在裡面 另外我們可以知道很多的 五眉鏡 就是我們這個 Discine 或是Pycic Sola 這些景片 我們這個放線鏡 本身 對這個 蟲頸鋼的景片 非常有效 就是你這一看 這一畫在這裡的話 它幾乎呢 這是很多的五眉鏡 Discine 它就沒有發展過去 所以基本上 像我們從這個 香菇淡化堆尾裡面的 一些維生物園 我們可以發現 這些維生物園 它既有潛在開發成一個 資趣產品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Source 所以我們 先注意看 那麼我另外一個 植物園 我們就知道 我們在農業廢棄物裡面 很多的蠻鹽 另外一個植物園裡面 尤其是我們南部 像高雄廠 或是台南廠 也做了很多的有關 像土類的廢棄物 還有這個 做渣類 或是這個蔬菜 或者是果菜樹廠裡面的 一些殘渣 這些都可以用 所以我們這些 要出口去把它 recycling 這是我們可以去注意的 所以這裡面 有很多的資材 我簡單的抓 一兩個來跟規定 我們在選擇 要出口去演化 一個製技產品的時候 先來瞭解 這些資源 或是 植物的資源裡面 它的成溫 有哪些是 對我們植物變化 有一致作用的 或是它既有 增強植物碳病的方向去思考 我想我們來看看 像這個稻殼 我們這個都知道 我們台灣生產很多水稻 那麼這稻殼非常的多 然後這次稻殼堆積如山的話 不小心有時候 點火燒的話 也許小孩子跑到裡面 可能都會受傷 對不對 那我們要好好去利用它 我們進一步來觀察 它到底有什麼東西在裡面 用這個切片來看看 很多的細在裡面 它的氧化細 所以我們知道 稻殼裡面 有很高的細的成分 這些細的成分 值得我們去開發的利用 也就是說我們在整個 每一個租材裡面 它有它的特殊的成分 是我們在整個開發產品 搜寫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我想這個是 需要給各位的 像這個細 在鍋米布裹 還有這個製片 他們曾經在 水耕在表裡面 加一些氧化細 以後呢 使這個胡瓜 抗白無病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 可以去看看 很多的文獻 有存在的 那我們看看這個是 我們過去 我們中醫大學 演技部教授 他曾經用這個稻殼 使用這個稻殼 去防止水靠的稻肉病 那麼這是在大皮箱 他做實驗的話 這一個是沒有 使用稻殼 這個是使用稻殼的處理 這個沒有使用 這個沒有使用 可以發現到 它稻殼以後呢 它稻肉病 減少很多 也就是剛才提過 稻殼裡面 它呈有很多的 氣的沉溫 它造成這個主體 對稻肉病的一些抗性 這是可以發現到一些 植物園裡面 有一些東西是可以用的 那另外一個植物園 我就會提一下 我們最近 博士班學生 這個中文潛他 他的博士論文 在研究 我們這個菜脂頭 也就是我們可以發現到 像我們十字花庫裡面的 這個種子裡面 還有很多的成分 是可以利用的 像這個是 是這菜 這菜的話 他們的種子裡面 有哪些成分 我跟郭玉做一個報告 看看 它利用這個 利用這個 HBLC來分析以後 可以發現到 可以發現到 很多的這個菜脂頭 或是這個 十字花庫的種子裡面 那麼它有一些 特殊的成分 可以來利用 我們來看看 它有哪些類 它因為它含了很多的 流鼻糖體 這流鼻糖體 它一到水裡面 它會產生 易流性化物 來抑制 土裡面的很多的 植物變化 還有抑制雜場 那我們都知道 過去在台灣很多的 像 麥龍 或是 巴桑麥這一類 它除了土以後 它會產生 易流性化物 來防止 病原劑 那我們是想到說 是不是能用這偏然的資材 尤其是 像這種 提電過油的 這個蔡子博 它的這東西 它既有這麼高量的 易流性化物的成分 是不是可以用這些 這些東西來防止病害 我們來看看 我們可以發現到 這個流鼻糖體 我們十字花庫的種子 很多的東西 它是可以用的 另外在十字花庫的 那個壁激布 那個地方 很多的 流鼻糖體的成分 它是可以防癌的 所以這個美國 很多醫學生都在用 那我可以看到 那我可以看到 這一個 這個流鼻糖體 它有很多的成分 有不同的結構 其中有一個結構 有兩個結構的 非常有效 就是它有一個 Propanion的 這一個 流鼻糖體 Sinigreen 還有 Glucopin 這兩個東西 成分非常高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 蔡子博 它就會 大量的塑化 這些東西 那剛好 這兩個東西 對很多的 避免病菌 又是土壤病菌 非常有效 非常有效 所以我們思考 我是不是能夠 研發一個 天然 一流性化物 就是從天然的材料裡面 去生產 一個 荔劑 或是一個產品 來防止避免病害 因為我們要借用它 那麼因為過去 我們都知道 過去台灣 很多的蔡子博 大家都被購物 買回來 或是說 農民就直接把它當 灰料 把它撒到土裡面去 它效果不好 為什麼 因為它 在炸油的過程裡面 它已經喪失了 牛肥湯體的一個酵素 去分解牛肥湯體的酵素 所以這個酵素 我們必須要用微生物把它導致 等一下我跟貴玉 這個介紹 只要裡面導致是微生物的時候 它只有當蛋尾 當一些營養 它不能當 當這個 黃素用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要跟貴 做一個先 先剪貴提醒一下 所以我們看看 剛才講的 芥菜 我首先做一個實驗 就是用 芥菜的種子 芥菜的種子 我們試驗的結果 只要把 種子拿 50公克 或是多少的 磨成粉 就是用這個比例 40比60 64像這個 泥炭 這些東西 按照不同的比例 把它配成一種 種子的粉一劑 然後這個粉一劑 把它調配好 把它粉一在 高麗菜的種子 然後去播種 它可以有效的控制 利固死活命 所以這個是更貴提的 就是 我們在整個 塩化過程裡面 只要整個把 純百分比 這一菜的種子 百分之一 把它提高到 超過60的話 它會傷到種子的化壓力 那這是我們在 塩化一個 種子粉一的 支劑的一個 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到 只要微量的 再配合 一些 泥炭台類的東西 像是 Bilane 這個 這個 泥炭台 把它結合在一起 它會慢慢是塑化出 一流氢化物 來抑制 抑制 抑制這個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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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在 種苗牙場做的話 這邊是 種子有混一 也就是 種子要過種以前 先把它混一 Totent 追醒在裡面 以後過種的話 它可以 有這麼好的 防治效果 對照 它有達到一個 防治的效果 我們看看 它可以達到 從這個 病害 從這48.8% 降到 23.5% 同時 它可以 提高 Biomax 就是 一些 幼苗的 蟹種 另外我剛才提到 這一個 因為我這個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每一個都 重點是 可以提 這些東西 都有利用的價值 像這個 剛才講到 蔡子婆也是一樣 蔡子婆有效果 但是蔡子婆 因為它在炸油的過程 它溫度已經很高 把一些酵素已經殺死了 所以我們聯繫的 要補去 從土裡面 或是 對我裡面找到一個微生物 我們稱為 Sugarumuras 這個微生物 這個我們監聽出來 它是可以 可以 這個 產生 一流氫化物 這是 牛肥糖體的酵素出來 所以我們把這個 這個 蔡子婆的 殘渣 和這個微生物 把它結合在一起 來 統括作為 那麼它就開始釋放 開始釋放 一流氫化物 我們這個重點的結果 就發現它開始釋放 所以這樣 把它大宗的 把它放到土裡面去的話 它就可以使這個 變害減少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 可以發現到 蔡子婆的使用 你必須要結合 正確的微生物 所以 以上的這些現象 我跟各位提的是 我們在 產生一個 主體產品以前 必須要 它針對哪一種 資材是你要用的 還有哪些資材 它可以 和微生物結合 以後呢 它會產生特殊的效應 或特殊成分 這是我們在整個 在設計 這個產品的時候呢 必須要做 細微的study 才能夠 得到這些結果 你看看 以下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如何把這些產品 結合 製成一個產品 另外也是 這是動物方面 再來是動物方面 動物方面 也有很多可以用 也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 從植物園 維生物園 它動物園 這些東西內 個案 然後要把它思考 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 依照當地的西藥 比如說我們現在 高雄廠 在這個彭虎地區的話 它可能有很多的 這個雞丁的 這個 廢氣之材可以用 因為它就可以結合 所以這都是我們在思考 所以比如說蝦瀉口吻 我在農業方面 我只是以蝦瀉殼 這個在國會 有一個很大的計畫在做 它整個有在做 瘦身啊 什麼一大堆的工作 那麼我們可以 在東維裡面 這個雞丁 或蝦瀉殼裡面的 這些雞丁祭坦 其中的那些東西呢 它的利用 我們看它的功效 它有很多的功效 在於化工 在於醫藥 在於這個美容 瘦身 都在用 但是我們農業 就是一直被人 它認為是不重要的農業 事實上我們農業 要再造 就是我們有很多產品 我們如果去開發 一些更有用的 我們可以發現到 像這個 從植物的寶物 它有一些有交化效果 或是把它做成這個 分子的碳針 或是它 產生抗激進的 或是降 固成的 非常多 也就是說這個雞丁的東西 也可以 所以我一直想到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思考到 把動物園 植物園 還有衛生物園 把它結合 做什麼一些產品 來對我們農業有幫助 所以我們看看這個雞丁 在過去的報告裡面 就是在我們農業裡面 也做了很多 在美國 在澳洲做了很多 像雞丁紙 像這個 放到土裡面以後 它會誘導植物產生 誘導抗病 那麼它也可以促進這個 植物的 硝酸炭 的這個消化 和保養作用 還有 它也可以促進這個 油翼微塑物 效應 還有減少容量的用量 既上市的東西 我們有很多的資源 可以利用 所以我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如何去收集一個產品 到每一個地方 我們要針對當地的需求 去做一個產品的揮畫 也就是說我今天 告訴各位 我們這個地區 可能有很多的稻殼 我就會從稻殼 當作我們的準備方 假如說 像我在求選的時候 我到美國的時候 美國藍黃 都是松鼻的 堆棄如山 我的第一個願望就是 希望把他們的松鼻品 把它資源化 這是我第一個 所以我在做這個 每一個領域的東西 我這樣思考 所以我們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在做這個 助記產品的設計的研究 裡面要針對幾個方向 那這個方向呢 可以在 如果我們在做 研究的時候 第一個 要先設定目標 比如說你可能是 要防治慢歌病 或是要防治苦眠病 你固定要找一個目標 你不要每一個 每一個都要做 我以前做出來的東西 大概拿去用 其實它的目標不一定會 我等一下就對 我的目標 你設定要再防治慢歌病 所以第一個 我們目標是定好以後呢 開始搜尋這些井類 這是病人進哪些 物質會對它有抑制作用 哪些東西會促進植物生育 哪些會抑制井類的生長 那要搜尋一下 和人家討論 那第二個 是你一定的主配方 那主配方 主要的配方裡面 是依當地的需求來做 你不可能從這台北的東西 印到高層來生產一個產品 那是很不清晰的 我們要針對這個高層地區的 重要融化的飛機產物裡面 為主配方 那我剛才提到 我是用香菇太空包對回 是因為中部地區 香菇太空包太多 所以我希望它解決問題 那麼這一個呢 我們第三個 針對這個標的的病人進 來決定它的 變方的這個 材料的濃度 這是要在實驗室上 問世的 持續不斷的 篩選 試驗 我想這個東西呢 等一下個案的時候 還是跟各位提 我如何去 Test這個東西 那麼 接著要考慮到 就是有一些物方 它必須要用的 也就是說 可能 你這個變方 它主度是 必須病情 但是我要如何 讓它這個 誘化的一些 微生物 比如說剛才講到一些 木片鏡啊 或是這樣子 有益的明光鏡 要如何讓它增殖 我必須要加 我一定的東西 助益它增殖 所以在整個變方的 塑氣裡面是 如何讓 食物避孕鏡壓下來 如果讓 有益微生物增殖 還有讓 我們的 對象的 農作物 生長很好 這是我們正在 塑氣配方上 必須要考慮的 也就是說 這個演者是 用在各種領域都是一樣的 包括你在 薯餅A 或是我們這個 麥當勞 他們在收集也都是一樣的 只是麥當勞做出來的產品 他可能會 就當地的小孩子 讓他吃 吃到哪一個口味之後 他就開始做 我想也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我接著 我們在 這個配方要在 溫室站前間 不斷的去評估 去做書院 那麼以下呢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在過去做幾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 我抓幾個代表現 而且在台灣目前已經商品化 或是已經在 我們有在用的一些產品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麼過去做的 第一個大概是我和我們的 詩仁王教授他所做的一個 那是為了要解決台灣的稻殼 還有我們中鋼鋼鋼廠的問題 所以我們所做出的一個配方 那這個配方呢 他最主要是用西方爐渣 還有一些作渣 還有這個 沃柯粉 這些結合在一起 那麼他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 防止西瓜半顆病 因為我學生時代 在大樹的時候 我的學士論文 所做的是半顆病 所以我最主要的target 它是半顆病菌 從半顆病菌 為什麼要加作渣 是因為 半顆病菌在圖裡面 是以後空包子在圖裡面存在 所以在 這個後空包子 它不花芽的時候 是裡面的七位菌 是治理它 所以首先我就加它 考慮到應該 加一些作渣的東西 有一些糖分的東西 又花它產生花芽 然後促進 然後另外有一些 像奧克羅粉的東西 又花放些進去裡面 來來來 一直堂 那當然裡面還有加一些 像圍蓋的東西 它是因為 在短暫的時間裡面 有一些有機質 它在 在很多人工中 它沒有辦法 馬上移用 所以 來彌補 在生意裡面 它所需要 等一下會更多一座報告 這個配方已經 轉移給安農公司 來生產 現在在七 在生產 另外一個是 FBA 目前我們 是用香菇 淡泡堆肥 加骨肥 還有一個 AA的話 是代表 RECO的產生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 現在目前是已經 在防潛期 已經公告 要 所以這裡有個專利 要轉移給安農 所以 他們在防潛期 防疫情 一直在做 那這一個東西呢 我所做的一個產品 最主要是用松樹皮 松樹皮 它所做出來的配方 這個配方 最主要防止 松苗的病害 松苗的病害 所以這個東西呢 最主要是 利用松樹皮 加微量的 微量的這個 像 油酸底 微量的東西 誘花 木內徑 來防止病害 這個等一下 我會抓幾個重要性 來跟規矩上 那另外 目前 這個我稱為 這個中心一排 逐漸是這個東西呢 目前是 通過防潛期的 轉移給 擁紅生計 他們現在已經在量產 升生產 那麼另外 還有一些是 香豬菜瓜堆毀的 使用以後呢 可以 疏解 這個粗藻劑的產品 像剛才提到 這個THO3 這個東西呢 是用 金針菇堆毀 配合儀粉 來防止 拉草 和丁力拉草的產品 也就是這個 田裡面 只要有拉草 或丁力拉草的殘土的話 這個配方 輸進去以後 第二天 他的土就沒有辦法再受到 那這個方法 是利用維持物 把它分解掉 我想這幾個 我們一一跟各位 做一個重要性的報告 第一個 這個是已經很久了 這大概是我這個 大學 畢業研究所做出來 然後在助教和講師 推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 身份網配方 剛才 我們課長也講過 就是這個裡面 最主要 他的 這應該是土壤細菌 應該做的 以前這個做出來以後 他們這個 農林廳 都要找 早就找到 土壤圍料 不然那個是 直不保護做的啊 其實是 很早以前 土壤圍料 這方面 他們一直在細菌爐渣 再花了 避進很多地方改良 才用了很多 那我為什麼用這個 機關爐渣的 最主要目的 是因為他會 調整他的pH值 使他這個 微量的尿素 塑放出 氨氣性 把雨上的殺掉 用這個方法 這個原理 來解決 那另外 還有很多東西也是 為了要 配合 足部所需要的 營養素做的 我來 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是這樣的 你看看 是這樣的 這個東西 就是做出來這樣 那這個產品做出來 看起來也不行也 也不好看 所以我以前和我們戲裡面的蔡教授 兩個去西哥大橋 要去做西瓜斑工病 那農友都不用 都被那個 歐巴桑說 這不是好 不要用 他先生說 這可憐 從台中期摸得出來 還是給他用一下 後來用以後 對這個斑工病有效 結果他們大概是 快要縮成的時候 載了一箱的這個 小一西瓜給我們帶回去 我就知道這個 歐巴桑已經承認 他是有效的 那我們來看 最主要是這個東西 那因為那時候是大學部的學生 和這個 因為我們吃掉的時候 那時候計畫 錢裡面很多 所以大學部的學生 總是不好意思 跟老師說 要有什麼經費 乾脆就中下路去買一些乾燥 來吃一吃 就去做 那這個時候目的是 要誘發 半鍋面鏡的豐豐包子發癢 發癢以後 沒有想到 發癢以後 他這個剛好他速放出來 拖安作用 也會把這些警隊殺死 我們來看看 那這個是這個台尾公書 台尾公書在生產 這個SSH添加物理 那這個台尾生產以後 這個 不用再三國地園 這是安農公書在生產的 那這個公司 因為安農公書給我們 中心大使一百萬 所以我們成立一個基金會 叫民生文教育基金會 就是給學生的一些獎金 或是到國外 開會的一些獎金 那這幾百萬 全部接給民生基金會 那這個東西呢 現在在七股安 安土公司也在生產 那麼看看 我開始做的實驗也是一樣 從溫室到實驗室 我一系列的一個規定 就是他這個圖裡面呢 添加100公斤的土壤 加0.75公斤的SH 那這個報告在這個 這個資材都有 我給你們的資材裡面 配方都很詳細 我說內容根本人隱瞞 很多人以為我隱瞞成溫 我寫出來就是內隱瞞 因為我要 這只是一個藥癮 讓各位知道說 這還有很多方向 是可以修正 可以調整的 所以看這個是 可以防止這個半溝病 這兩邊都很加近 那我們知道這個 水井相繼 防止這個蘿蔔的防衛病 也是女生日水運期的 這邊是一分地 使用了很多 一千一百六十公斤 一百六十公斤 就是剛好四包 四包 四包用了以後 沒有用的話 很多的防衛病 它就壓下來 還有好像漸漸對於 一些融融病的效 所以這個就是 對連包進去幫助的效果 我們做出來的產品裡面 就發現到很多對酸性的土壤 它有很多的改良 我想剛才也提過 它的劣質會提高 所以對於有素用的添加 它都在產質產量方面都有幫助 而且可以減少它的這個日燒 就是果實的日燒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它有效 因為這個產品已經很久了 所以有開內 做一個禮食公櫃介紹 我等一下介紹幾個 目前在台灣推動的一個東西 可以發現到 湖裡面用了以後 西瓜漫溝病的田用了以後 很多的螢光的靜 它大量的增殖以外 那麼漫溝病菌減少很多 也是這個裡面 這是漫溝病菌 那麼從這邊見到這麼多 所以可以發現到它的 其他人的質情 所以煤爆菌的質情減少 所以可以達到這個環境的效應 那麼我想最主要 剛才只是提到這個SH 因為這是已經過去很久了 那麼也拿出來跟各位說 來做一個介紹 只是說 要讓各位知道 我整個在NY的產品 它的思想脈絡 也各位知道 所以第二個就是要跟各位介紹 一個香菇泰包堆毀的利用 因為我這個希望 從這個香菇泰包堆毀裡面 去解決一些問題 那麼他們在做堆毀 我這個把它改良 改良 因為我們做主保護工作 和土壤回料不大一樣 土壤回料他們大概做一些產品 我們還要希望能夠有黃病的效應 可能有一些孤蝦下屬 所以我在這個NY的過程裡面 都從防治病害的角度裡面 去思考 這個配方我們這個做 在現在在種苗環市場 所有栽培的種苗 這個用苗的培育 都用這個方法在做 他們幾乎現在的苗爽病害也非常少 我們來看看 它是這樣 這個是手苗橫市場 這個裡面的配方最佳是 香菇泰包堆毀 加骨粉還有衣粉 還有餅激醇 所有在一起所產的產品 因為這個產品現在是在 黃潛吉的網站裡面在公告 它要轉移給一般的企業界 所以我沒有相信 把它配方寫在這裡 但是泡河裡面寫得很清楚 也許你就不下次轉移就會了 但事實上你這樣轉移的話 我還可以直當你一定 那麼最主要是這個東西呢 就是它這個我們從國外進口的 栽培藉種 這個配方最主要是 要針對栽培藉種 那麼栽培藉種 從國外進口栽培藉種 變成很多的栽培栽培藉種 還有肚苗菌存在 所以你這樣沒有經過處理的話 你種出來的幼苗 它是有很多栽培栽培病會死掉的 那麼這個是在1000公升 1000公升的 的栽培栽培藉種 4S4栽培進口的磷炭台 加1公升的 剛才提的FBM5A的產品 混在一起以後呢 它可以使它的栽培栽培藉種 減少 而且幼苗長得不錯 這個已經發表在加大 這個主定會看裡面 那麼這個東西呢 我們應該是 以前我在系裡面 我的研究生呢 我要它這樣的發展 所以我是希望它用在 管座的栽培栽培 還有它的這個 微膽病的防止 所以呢可以發現到 這個有用的 它沒有用的 它是有差異的 而且它在描寫的栽培栽培 它已經防止好了 那等到後期 我們發現它意外的 FBM5A同時對 它可以抵燒冷的效 所以基本上 FBM5A這個配方呢 比SH呢 它的毛病效果 強的比較多 我們看看 機械的一些影響 這個是我們在 因為發現我們台灣 很多的這個 艾亞彩 它真的有很多的 抵燒冷的問題 所以我們拿去來試驗 那麼可以發現到 這個艾亞彩呢 這個使用 使用這個FBM5A呢 它可以長得比較好 這個都是有加病原劑 這個有加病原劑 那麼我們可以意外發現到 我們同時要考慮到 它還有一些回分 因為這個正常 使用正常的養分 不加進 它還是會長 它不加進 但是它再加FBM 它還可以長 所以證明它可以防病以外 還有它回分的效應 那麼我們在過去我們實驗室 有扣插的研究員 也從這個加拿大的 另一個實驗室 到我們實驗室來做 那麼它是要做了探討FBM5A的防病 你可以發現到 必須沒有效 這是一公斤的浮浪裡面 加0.1 0.1克 就是一公斤再加 就是它的比例非常少 它就可以 對那個 必須的防止的效果 就是瞭解的病害 那麼我們在篩選 可以發現到 蘿蔔防疫病也有這個效果 蘿蔔防疫病的 你看看 這個地方是FBM5A 這是正常的香菇胎花 都會毀 沒有經過改良的話 這個香菇胎花 沒有改良過的話 它添加以後 它是沒有效的 那經過改良以後 它才有效 也就是說 它必須這個配方的組合 是按照剛才的架固 去研發的 它就可以防止這個 防疫病 那麼進一步用這個維素期的試驗 維素期的試驗 維素期的試驗裡面 這個是 這個蘿蔔防疫病 都有加兩 兩個都加蘿蔔防疫病 那麼這個病 可以防止 而且對這個 Pissing 也有一些效果 低估病 好像都有效果 所以結果呢 非常的顯著 這是我們在 在這個 一公斤 就是一公斤的土裡面 加 因為它是差不多 加500倍 所以一共加 差不多加兩克 這個FVM-5A就夠了 那麼這為什麼有效呢 我們意外的發現到 因為這個FVM-5A 因為我們香菇湯花對尾裡面 很多的木眉鏡 我們現在台灣推展了很多的木眉鏡 那這個木眉鏡呢 我們可以發現到 用了以後呢 這個FVM-5A用了以後呢 竟然整個土裡面的一些 連胞鏡呢 被木眉鏡擠帶了 也就是說它的整個土壤 或是它的介質 因為我們使用了 一千倍或五百倍以後呢 很多的木眉鏡呢 占優勢 整個把便衣鏡壓下來 這兩個都有鏡 但是現在便衣鏡沒有出現了 變成好的蛋 那我一直想到就是說 應該是在我們的 這塊土壤裡面呢 讓有益的鏡呢 占上風 那麼這樣的話 就可以有效的 控制植物品來發生 我一直強調就是 像我們的社會一樣 讓好的人更多的話 社會就跟它很強一樣 所以我想這也是一樣 我們這個 可以發現到 這個使用以後呢 整個都木眉鏡期待 我們來看看 幾個數字是這樣的 這個呢 就把它微量加進氣 加進氣呢 再配有維生物的話呢 它效果特別好 也就是說它原來 把這個配方 再加進氣以後呢 它的效果就特別好 從這個鏡內的 這個防壁的效果 它就壓了很低 壓下來 就是配方再加進的話 所以在將來的塩化過程裡面就是 變成在配方 再加 加這個 我們後腿的木眉鏡以後呢 它的這個防壁效果就會更好 所以我們看看 這個經過這個處理的土壤 種的一些根部啊 它連包鏡就沒有辦法摻 這個是 這個是處理過FBNO類的以後呢 它所有的根部呢 都被像這個 這個是木眉鏡 一些有益的經驗的殘疾 那麼這一邊呢 被整包鏡 這整個戰器啊 整個戰器 所以表示說 它這個防病是因為 我們這個配方 引化了很多有益的微生物 在土禽或是根纖裡面 來保護我們的根部 達到防病的效果 這個東西可以看出來 我們很多的 十字花科的 或是很多的 緊核病 緊核病的話呢 它要感染病院 例如是每年的冬天到 過年這一段時間啊 下毛蟻也很多的緊核病 那緊核病呢 它要感染的時候 它要產生這個子狼盤 要花芽產生子狼盤 去噴受出來感染 那今天我們這個圖裡面呢 處理過FBNO呢 所有的緊核呢 都被木眉鏡占去了 所以整個木眉鏡呢 就把這個緊核吃掉 就像這個吸收到五百倍以後呢 只剩下一個緊核 被花芽成紫狼盤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們田裡面經過改良 經過FBNO改良以後呢 發現它的緊核呢 全部被有益的木眉鏡 所替代 所佔領 那麼它就不會花芽 就可以達到防殖的效果 那這個是我們在 加拿大農務的一個 黃柏樹呢 它在我們實驗室做完以後呢 拿回去防殖他們的 像露葵的緊核病 等一個結果 發現效果非常不錯 它會引用這個效果 所以我同時在台灣裡做的時間 就是請不救生啊 去把它這個 土裡邊啊 加FBNO 它整個都變成 很多的 青霉鏡 粒霉鏡的東西呢 它會佔起整個空間 那麼主廊盤都不會花芽 因為這裡面都有緊核 它就不花芽 所以主廊盤不花芽的話 它表示它就不會感染 所以我們就可以達到一些緊核病的防止工作 另外這個FBN也會還有一個好事 就是我們可以配合煙光鏡 這是我們配合煙光鏡 我們這個 我們還想我們 蕭鳳籃 蕭鳳籃 它曾經拿這個FBN以後 去配合煙光鏡 煙光鏡 煙光鏡把它混合以後呢 種出來的 Bangonia 這個海棠呢 葉配得非常的亮麗以外 它長得比較強壯 它同時也用在海域 彩色海域呢 配合FBN5A 一千倍配合煙光鏡的話呢 它生產的和對照呢 它可以 它們彩色海域的這個球呢 比較大 但是呢 這個加我們沒有加煙光鏡的話 變成長起來 看起來像歪歪扭扭的 但是正常的話 就是加配合煙光鏡 這是煙光鏡再加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這個配合裡面 FBN5A呢 它又發木煙鏡以外 還可以又發煙光鏡 當然還指 齁 還有可以又發一些固彈鏡 以及又發那個什麼東西 又發一個叫烏扭鏡 這是我們10月底的證明過的 也就是說你加力氣 500倍到1000倍的話 它整個 它整個更新 會被這次有力的鏡站起來 所以這個FBN5A這個 這個產品呢 我們目前就是希望 給防潛幾年 去轉移給一般的 企業界 又是栽培界族的改良 非常的不錯 那麼我想在將來 他們可以 除非在業界裡面 去大量的生產 提供健康總長的培育 那麼這個我還跟各位介紹 但是因為我做了這麼多 提供物 農友 抱怨這個太重 太重 他說為什麼不發什麼議題的 議題的比較簡單 這個笑 所以我就想 應該是從SH土壤提供物裡面 把它開發什麼議題的產品 所以我這個 從美國回國以後 我就想到 這個太重 太重的話 這個利率不高 這個都不會 這個 飛去山頂 飛去補底子 也太坦 所以我會想到 應該把它發展成議題 但發展議題 這個配方裡面就是 加一些 牛肉堅持 SH還有高麗菜 最主要是高麗菜的殘渣 高麗菜的殘渣 是有一點這個 台灣的 每年這個高麗菜 過量的生產 這個高麗菜的殘渣 把它磨成汁液 然後再配有SH 還有用牛肉堅持 還有一些 活過難式氧液去發酵 發酵的產品 那這個 這個東西 在氣連 氣連 仍然由這個 防疫前一級的 轉移給永鴻 生技工書 來量產 那麼這個是我們以前 在中醫大學生產 用在很多地方 它的效果不錯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永鴻 他們在 量產的過程裡面的一些 基本的授備 很簡單的授備 那麼這樣 這樣 把這個高麗菜 把它混脆 混脆以後 經過那邊發酵以後 的產品 還可以 防止一些病害 第一個 它可以防止韭菜修病 原來是想說 液體的這個 都是來自SH土壤添加物 應該可以對雷包進有效 結果 意外發現沒有下 對雷包進 各部病害都沒有下 一來發現 它對A部的結類激生 進入的下 所以這是我沒有想 除了 就是說 原來這個產品是需要開發 所以它變成液體給農民灌在土裡面 結果意外發現 它是用在液片 可以對這些的激生有效 所以變成它對 臭病 還有鎂的黑心病 還有胡瓜病病 有防止效果 但是我在初步評估的時候這樣做 後來現在目前已經 受到很多地方 有一些效果 而且可以出現一些菜鳥的增殖 另外一類 這個地方裡面有加菸渣 所以它可以 除這個紅蜘蛛和骨牌給的 有激異的效應 那麼這個我們首先 在A化過程也是一樣 在發現的這個 排鑑定性的景色 經過中間一百 大概兩三百倍 三百倍放在培養機裡面 結果旁邊就產生很多的結晶 把它把這個景色移植下來 這是正常的排鑑定性 結果經過這個 這個培養機 只要有加進去的話 這長出來的 都會變成結晶的東西 把它抑制下來 那麼我們再做一個田間宿驗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做宿驗一定不會除了做宿驗 我要做田間宿驗 是因為我們意外發現 它對這個繡病非常有效 又想到我們台灣的這個韭菜 而且是韭菜房 這個用料的話不好 擦顯魚的話 這個炒起來吃一下肚子就不好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噴中心一百 讓它強壯 那麼將來再蓋起來生產的韭菜網 就怕了 所以我們也真的做了這個實驗 那這個是沒有 這邊是沒有噴的 這邊是每七天到十天噴的一次中心一百 它的這個韭菜生產 那近照我們可以看到 會發現它對韭菜秀病 有一致的效應 也要是在台語 就是要把它掛起來 這個韭菜要掛起來 開始噴 每七天到十天噴的話 韭菜的長得很非常 而且韭菜有工藝 奇怪這個配方變成它 對韭菜有工藝 所以這個產量也增加了 而且對秀面器也有抑制作用 那麼同時呢 我們這個也就是拿到他們家裡面的力量 一噴力量 因為意外發現它防止白養病 所以就是說 我原來是希望它防止苦沙染的病害 就變成都是A不病害了 防止A不病害 這是白養病的也沒有噴 也沒有噴它 就很多利害的白養病 這個也噴力量比較大 而且果實比較大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發展這個 我稱為中心一百 是因為沒有代號 我又不能說SH這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要發表在Paper裡面 總是成一個代號 現在把它出手直無見識的 Prantesca 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看看 那麼我們先做大面積在南西 先南西他做實驗 南西呢 我以前做了一段時間是黑心病 梅的黑心病 基本上沒有噴 噴噴的 看這個噴的話 你看看 這個就很茂密 很茂密 它這個農友 最主要是可以防止這個黑心病 我們來看看 這個防止這個黑心病 這個是有噴的 但是也有一些病斑 中心一百噴到的地方 不會有病斑 不噴到它會有病斑 也就是好像只有保護物的藥物效果 沒有這個系統性的效果 所以這邊沒有噴到它就有病斑 所以這個看起來 這個梅子的黑心病 就被它控制下來 所以可以看出來 這個中心一百它的一些效應 那麼它同時我們在做的時候 對一些像軟乳病 因為我們在這種 它做簡單的評估 發現到這個 這一種軟乳病菌的話 有進過中心一百的話 它基本上 軟乳病菌就被抑制下來 那麼對紅豬豬的效果 這個是在信義相中的 這個可以發現到有噴的 有噴這個中心一百的話 很多的這個紅豬豬 就這邊是一個 所以就跑到這邊 因為它GP作用 所以你這樣整塊點 用中心一百的話 那其他地方就 紅豬豬就跑到別人的田裡面去 所以必須要達成用 這GP效應 這像穩白碟一樣 你這個噴中心一百 這個穩白碟 它就跑到別人的田去查 它不會在這邊產卵 所以你在這個田裡面 周圍用中心一百 它別人的田就很多 這是沒有殺生 但是可能也是 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同質 那麼這個是對總苗 這是對牛仔 牛仔中心一百使用 以後它這個有用的 它裡面 這是柔油對我們這個產品裡面的信心 都只有提供兩糖給我們做 後來看到很有效 趕快叫我們全部用 我說你這沒有產品 這樣它 要不然它這全部不用的話 就沒有辦法照相 這是有紅米拿去做的 這是因為有紅米的老闆 他們的信 信女球場 還有這個 淡水球場 淡水球場 淡水球場用中心一百 他們也用的 那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高烏球場 國嶺不能噴農藥 噴農藥 噴農藥它這裡都是水原地的 而且是高灰 高灰貴的在打的話 一噴一噴一打高烏球 聞到農藥味道 就噴到不好 所以最好是能夠用 這是灰農藥防止的方法 所以我們覺得 在國嶺上使用 又已經有慢慢的替代 這是有紅米已經 在廠水球場做的計畫裡面 他們轉移 在天天 做了一些實際的照效果 他們現在也在用在田式的 黃之表冠軍的方式 似乎都有達到 做得對 那麼剛才提到那個 因為我今天打的時候 沒有把那個重要的 它的防止理論 因為我翻譯片 一段的 所以我跟各位等下報告 就是它的 黃之理論是改變的 這個 像所在的改變的 秀柄的 秀柄的葉片結構 那誘發很多的像母鏡 使這個葉表的像母鏡 增加以後 抑制秀柄鏡去感染這個氣口 那這個我們都有一些理論的基礎 在證明 我只是今天把一些成果 跟各位發告 那等一下有空間 討論一下 他的黃之理論 再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那第三部分 要跟各位報告是 利用農圓會基礎來生產 生產栽培結石 這個是因為 我有接受這個 國家的這個 國家型計畫 還有這個 有空移的維修計畫 在做 那首先要跟各位解釋 很多的香菇湯都會堆回 包括樹皮 你沒有改良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 做栽培結石的 像這一個 一般的像樹皮 沒有改良過的樹皮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的 分化物 所以種出來的這個 你看看 種出來的這個 栽培 都很Q 都這樣 這是因為它有很多的 toxicity 所以我們必須要改良 比如說剛才用 剛才微生物 把它分解 剛才這樣 像這個產品裡面 我們可能要加微量的 有機質 像乙粉 或水粉的東西 加速它裡面的微生物 去分解它的肥脂肝糖 那這樣的話 它的這個產品 它就可有商品價值 你看看幾個現象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是我們在 中興嶺的香菇胎花 內尾一樣 沒有經過改良的 香菇胎花內尾的健康 在這裡長 你看這個 機關花 在這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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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長大 所以你看看 差這麼多 它是一個 一個芥脂沒有經過改良 它是沒有商機的 而且它可能會產生很多 一葉菇 沒有商機 必須要改良才有商機 所以 鮮菇胎花都會有 經過改良之後 你看看產品就不一樣 那另外 我跟各位提過 我們台灣的 百合產類發生問題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的栽培芥脂肪發生問題 我們台灣很多的栽培芥脂肪 可能是有人用過 又是回收 有代金 或是扁生進口的時候 就有代金 像這個東西 也可以發現到 台灣的百合的幼苗 這是竹竹苗 竹竹苗 它基本上不帶進的 把它種在這個芥脂裡面 它是都得到 我們稱為這個 苗菇病 Personum polyphoratin 所引起的 但是呢 這個地方呢 我們發現到 這個是 一般的稻殼 加粒米 這我最近年後 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 台坦公書 因為它通過 國會的產協作 它的粒米 再加稻殼 像鹽化出來的摘北戒指 它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這給各位提到 就是 摘北戒指的選擇 是多麼重要 而且摘北戒指的改良 必須要 灰漆物的改良 它是可以變成商機的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 台灣的文化灰漆物 我們可以讓它再生 把它賣到國外 不要是從國外 這個拿來 灰漆物 當作我們摘北戒指 所以 我們的想法 希望能夠 讓我們台灣的一些 支援 像我們來看看 我如果去鹽化 仙菇太光堆毀 變成摘北戒指 剛才SSC06 那個 我發表在中英文的報告裡面 這個東西呢 一般的話 經過 尼亞加微生物 那我已經堆積了 堆毀化了 但是它種起來還會生病 就是中幼稚還會生病 但是呢 假設這個加做 我剛才篩選的 像露草感菌啊 或是放鮮菌的話呢 那麼我可以發現到 這兩種菌 那基本上呢 配合這種 香菇太光堆粉 它可以變成 賠幼稚的介質 所以這個就是 我用高麗菜的苗 當作指標去篩選 可以發現到 它是需要結合 一些微生物 才能夠生產出 比較好的 栽培屑型 你看看這個經過 這個是 碳化稻殼 碳化稻殼也不好 這個經過 稍微改良 但是加微生物以後 改良的 這個 SSC06 也是香菇碳化對毀 再加 碳化稻殼 再加微生物 它這個 誰有出來的這個產品 它就可以 培育 菜苗 我們一下來看看 各位一些產品 這是這個 永宏 永宏 以他們的一個 中華主張的 從中華主張的 這個樹皮 他們這個 中華主張的樹皮堆毀 太多 那因為他們要透過 產協猶座 要改良 變成 塞的介質 我們經過 轉產協猶座的結果 可以發現到 太原台的 樹皮堆毀 做出來也是這樣的 這是從口卵進口的 BVB4 這個樹皮 對尾經過改良以後 它是可以用的 也就是這個變 這已經 你真的有專利 這是 因為它是我們接觸到 保密協定 所以它裡面的配方 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最主要就是 它的這個 中華主張的樹皮 經過改良以後 可以變成一個 改良性 我想這可能是因為他們 董事長看到 我的東西在做灰激物 這不嫌棄 叫我去做 所以我想 不是孤物 這個也是做出一個 產品出來 也可以 賠儀用 我們看看 它對瓜類也是一樣 這是TBC 這是一杯堆毀 這是樹皮堆毀 不同的 產品的話 先是塩奶 塩奶的話 因為塩奶的話 它不改良 它對瓜類 還是可以長得好 但是 一般經過改良以後 它的瓜類用品 長得比較不錯 那麼 這個東西 是台糖 產水荷座的 台糖的產水荷座裡面 最主要做的東西 是利用它們的麗米 因為產水荷座裡面要求 要用它們的 生產乾燥的麗米 去做一個主配方 所以這個麗米 配合這個稻殼 所研發出來的這個 這質 我們可以發現到 它的 比較意外的 百合的 種球 很不錯 它這個百合的種球 比較多量 而且它的這個 在液簾裡面 它的時間 可以縮短 一年半 因為我們可以花 在樹面或是 一杯壽司裡面 就可以做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可以發現到 在不同的 處方的調配裡面 可以發現到 我們採油百合的產液裡面 我們可以通過栽培這質的 塩花 其它的這個種子的花 液的加速它的花 液的效果 那我想大概是我整個一小時裡面 最主要跟各位介紹它整個觀念 也就是這種 這種廢氣物的利用 它是一個 病害 綜合管理體系的 縮源 也是整個病害 管理體系裡面 就是 把所有 農業廢氣物裡面 它所 既有了一些成分 還有植物 把它植物在一起 變成一個產品 所以我們在整個 農業經營體系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到 病害管理體系 連我們思考是整體的 不是單體的 也就是我們防治者 希望做出一個配方 它不是針對一個病 當我們 塩花可以擴展到 同時 兼劑防治不同的病 而且兼劑 有促進植物生育的時候 那在中午管理體系裡面 它就會有效 所以我們看 它這種 中午管理體系裡面 就是 資源的在利用 生態的管理 還有經濟效益的提升 都是我們在整個 地方 設計上 還有我們在發展一個 產品的 思考的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 微生物的 資源的利用 我們在台灣 這一塊土地上 是有很多豐富的資源 從低溫到高溫 很多的豐富的資源 那些資源的話 我們假如說 好好妥善的利用 它會變成 有用的資材 那我想我們現在 剛好一小時 就 開放給各位 來發問 那我想 剛才講話 請大家 談一下 整個資材的利用 那資材利用 當然有考慮到 每一個資材 它會有成溫 還有微生的結合 當然我們還有 很多的理論技術 實驗 這個理論技術 做一技 來做一個產品 的一個理論的說明 那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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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